元朝怎么灭亡的? 元朝的败亡其主要原因在于其政治黑暗、民族歧视和政治压迫政策 主要是分这样几步 一、在太鼎尔年就发生了河南赵丑斯、郭菩萨领导的起义 二、袁慧宗治政11年发生刘福通红金居起义 元朝统治阶级内部却在为争权夺利而互相征战 因此加速了元朝灭亡的进程 三、治政16年到治政19年 齐义军朱元璋不动扩充自己的势力 占领了江南的板壁江山 四、治政27年 朱元璋开始北伐 在大将、徐达、常遇春等的率领下 于1368年8月攻陷元大都 元惠宗北逃 元朝在全中国的统治结束 五、鸿沐元年朱元璋建立民朝后 派徐达北伐攻陷大都 元廷退居末北 史称北元 六、建文四年 元臣鬼离赤创位建国达大 被冤枉 被冤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